草屯珍利幼儿园一年一度的亲子体能联欢活动 在珍利体育馆举办 家长参与热烈 现场来了将近一千人 透过趣味的节目拉近亲子关系 也让家长能够多了解孩子在校学习状况 那疫情稍微解封 我们就扩大的举行 这个活动呢 不仅能够增加亲子的关系 也可以增进私生的关系 然后感情更融洽 然后私生关系会更好 然后整个活动呢 小朋友呢 玩得非常快乐 家长呢 也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尽心尽力的 去完成这件活动 幼儿运动会主要以亲子趣味体能游戏为主轴 结合亲子团康游戏和亲子运动舞等活动 以亲子互动的方式 共同完成挑战 也大大增加亲子间的交流 因为第一次参加小孩子的那个亲子运动会 以前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 对 现在第一次参加 骑马 然后 然后玩球 那类的 更加融洽 整个活动呢 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 然后孩子呢 跟父母 共同的完成 让这个家长跟子女 感情非常的融洽 利用团体游戏 串起各班家长和小朋友的交流 大小朋友认真完成任务 考验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 教授与小朋友共同参与 留下美好的回忆 因为像他们 就让小孩子跟亲子之间都可以有互动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上班族 很少时间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用这个时间可以跟其他的家长一起游手了解 然后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乐 对 觉得这活动还蛮好的 这期简单但有趣的活动 适合亲子一起玩 草屯珍丽幼儿园的亲子体能联欢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办三年 今年会复办理 亲子参与相当热烈 鸡脚红一轮巧屯采访报道